Westpac季度现金增长并宣布重组团队 公司首级财务官依然表示市场竞争环境仍然非常激烈 利润率将继续面临压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Westpac是澳大利亚四大商业银行之一 按澳洲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排名 Westpac排在第二 紧随排名第一的CBA之后 Westpac12月季度现金收益为15.8亿澳元 与R1财年下半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比 增长了74% 剔除重大项目后增长1% 尽管资产质量有所改善 但随着COVID-19相关的持续不确定性 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供应链的中断 和部分行业活动的减少 Westpac对波贝覆盖率有所增加 并且近期下降8个基点 这是因为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的竞争压力 以及低息差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持续增长 公司认为利润率将在2022年继续面临压力 公司正在提出简化计划 并改变银行的运营结构以提高效率 宣布职务重组 即将创建一个更小更集中的总部 将公司职能规模减少于20% 并改善对客户产品和服务的端到端问责制 澳洲央行在2月4日大幅上调通胀预期 但仍倾向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不过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增无减 Westpac预计央行倾向于8月加息 随着浮动利率贷款的重新定价 和固定低利率贷款的到期 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差将扩大 预计银行业的静息差将得到提高 盈利能力可能会上升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